在北京月入一万装低 根本不算什么本事好吗 月入三千还能装得一手好逼 才是真本事 于是月薪三千的我就把自己的真实生活记录下来 一个满满的一天 当然是从早餐开始记住 远离任何有豆浆油条热干面的地方 这完全不符合我们的人设 早餐请吃各种草各种沙拉 下班去菜市场买很便宜 大宝来两个这个菜 不要放沙拉酱太贵 顶多再配一杯牛奶 拍完照发捧一圈 推上文字 牛奶看起来温润纯粹 喝的时候要用月薪过万的聪明 一看就是进口鲜奶 其实 老板今天打这牛奶多少钱吗 三毛五 给我来五包 然后还是你现实中的早餐 来三个大肉包 出门上班也要有逼格 平时遇到高级点的车就要拍照 记得素材 拍完照马上发朋友圈 让别人觉得你出路都是专车 就好像月薪不是三千 其实谁也不知道你是这样上班 说话 无论是日常搜手还是发朋友圈 熟练夹杂英语是一项 nason serious skill 比如上班时你可以说 小脸 这个 forsitism 我还没ready Can you speak in English 什么意思 你能把英文讲得标准一些吗 运动 足球篮球都不要碰 也不要再晒马拉松了 更不要在路边夜跑 那些已经不流行 而且已经被月薪五成的艾地狗站 假装月薪过万的你 要有更高的思想觉悟 健身房才是你才身材 最有逼格的背景 先生 你的第一次是免费体验的吧 是的 先生 先生 我们第一次体验是免费的 北京有很多健身房 都有免费体验 数量足以保证你 每周去参加 一年不从业 最重要的是免费 免费 休闲娱乐 如果你想去KTV打好几张 去酒吧打第一几倍 我劝你回头试探 去一次花光一个月的工资 装逼事业也进行不下去了 在我们装逼界 阅读是最高的娱乐 你只需要一本 封面是英文或者内容是英文的 还是照着行 反正你也看不懂 这个家伙热爱英文化了 还看英文书 穿着打扮 月薪三千的你 如何穿着有钱人的感觉 越是有钱人越低调 你没有钱 但你可以低调 知道低调的像个有钱人 一件简单的白T 牛仔裤 负人指数 满足 喝水这又是个装逼的好机会 这么小的事业拿出来说 一看你就是穷得一逼的吊丝 喝不带色素的饮料 假装有品味 其实都是穷一逼 买不起饮料才这么说 突然觉得 他好帅呀 三十多元一瓶 不是谁都能喝得起的 逼格爆棚了有没有 他好奢侈啊 这样一个瓶子 配合一个小天 有空了就去高大上的场合逛 反正逛逛又不用花钱 一般颜值50分以上的美女 都喜欢在那种场上 站住 你拍那女朋友干嘛呀 我没拍你女朋友 我都看见你拍了 你还没拍 你手机给我 干嘛也给你 拍不拍 没 没拍 偷拍 偷拍 走 以后能出来我弄死 租房 月入三千在北京别谈买房 能租到就不错了 虽然租的是地下室 也是每月最大的支出 所以这个钱花得要值 装了一天的逼 你已经很累了 但是再坚持一下 我是Key 当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 我们都深深地知道 在成年人的世界里 没有容易这两个字 在每一个城市 所有人都为了抵达自己心中的彼岸 而努力打拼 可能这个彼岸是一辆车 一个房子 一个家庭 甚至别人的一句肯定 今天的你月入三千 明天可能还是三千 但后天说不定就是三万的 装逼不过是为了在这冷峻的世界里 给自己一丝温暖 我在这里祈祈祷 我在这里迷惘 我在这里寻找 在这里失去 北京 一半 我才有一次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